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因为你有爱 所以我们存在 因为你有爱 人生少开怀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音乐有爱》节目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 他能够写 能够编 而且他还有拥有非常好的课业 他用音乐来疗愈人 而他也用他的医药的专业来治愈人 我们请到的是相当不容易的杰出青年丁一帆 丁丁 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来 谢谢 谢谢 我忍住呼吸慢慢的离开 也许被他会比较容易受伤害 别哭 我流过的泪已凝固 就放手吧 当作理由 谁说 幸福是对等的付出 难过 竟让人越来越透露 算了吧 是疯狂的爱还是嫉妒 我都懂了 你说实话 我是不懂爱 我是不懂爱 所以紧紧抱你如幻 爱得简单 就让他带你离开 我好想去爱 我好想去爱 直到那天才能让你明白 我不懂爱 我不会爱 这张专辑叫《我不懂爱》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在这张专辑里面 你对于爱有什么样子的体验 其实这张专辑都是我的一些故事 那他可能是感情上面的故事 或者是一些人生上面的一些心路历程 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用爱来贯穿 都可以跟爱 产生连结 都要有爱 是 我们知道您其实这一个音乐的种子 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去了 你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听母亲唱歌 母亲喜欢唱邓丽君的歌是不是 对 我妈妈喜欢邓丽君 江慧 那我妈妈她唱客家山歌也非常厉害 因为她是客家人 哦 是真的 对 她有得过全国的客家山歌大赛的冠军 哎呦 你还有这个渊源 我不知道欸 对啊 原来妈妈就是 学艺里面就有这么好的遗传 所以你在央视的星光大道比赛里面 也把台湾的这些传统的文化 这些客家歌谣啊 这些歌仔细啊 也带到这个大陆去 让他们去看到这个文化的传承 可以谈到这个部分好吗 我觉得大陆啊 选手都很强悍 嗯 然后都 哇 一唱你就觉得 就是像在草原里面的感觉 是 对 那我觉得 台湾有很棒的音乐的文化 是 所以我就唱了歌仔细 然后结合金句 嗯 对 然后我还穿那个歌仔细的服装 拿马鞭 是 然后唱那个升旗白马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就是唱客家山歌 然后叫我妈妈教我唱 对 然后结果效果初期不宜的好 是是是 而且拿了冠军 对啊 诶 这很不容易 这会是你生平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次比赛吗 我相信压力也很大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是如何去准备这一场比赛 嗯 其实准备时间有点短 那 因为我跟自己说 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 嗯嗯 因为那地有那么多人嘛 是 几亿人 是 他们就是很想挤进那个星光大道去比赛 当然 对 那像歌仔细我就 很密集的学了一个礼拜 嗯嗯 对 那我就可能一天上课两个小时 然后回家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啊 嗯嗯 对 然后像客家山歌我也是叫我妈一个字一个字 教我 嗯嗯嗯 对 然后我觉得我如果可以做好最完整的准备 嗯那上台就会比较不紧张 嗯嗯 对 谁说 幸福是对的 我付出 难过 竟然人越来越投入 算了吧 是疯狂的爱还是嫉妒 我都懂了 你说实话 我是不懂爱 所以紧紧把你入怀 爱得简单 就让它带你离开 我很想去爱 直到那天才能让你明白 我不懂爱 我不懂爱 我不会爱 心甘情愿的 再痛也不吭声 努力配合着 也是种快乐 享受了 承受了 你做的选择 我是不懂 我是不懂爱 我是不会爱 爱得简单 只是为你而存在 我很想去爱 就让我一个人离开 我们的爱 无法替代 是不是讲一讲 就是说 怎么样子去创作一首 你认为可以感动 人心的歌曲 我相信你在这个 《药剂师》这样子的 这么繁重的工作当中 你还不放弃创作 表示说在创作当中 它确实像是 你所做的这个 药剂一样的 它其实是 确实是有 医疗人心的这一部分 是否跟我们谈一谈 你这一部分 创作作我来说 其实是一种书法 不管是自己亲身的 感情的事情也好 或者是愤怒 或者是开心 那我觉得可以用 写歌的方式 来表达 表达我想要 跟大家说的东西 所以接触你的词曲 会比较亲近你的人 是这样子吗 对 确实有时候 我看一位 这个词曲创作者 我觉得他创作出 好伟大的歌曲 你看他本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他人好平凡 可是一听他的歌曲 你就会觉得 他那个内在的 那个澎湃的 那个情感 让人真的是叹为关子 你们是不是 对于词曲创作人来讲 就是内在有一股 非常汹涌的一种情感 你们想要把它 抒发出来 你们表达出来 而这是一个 最安全的一个方法 嗯 对其实生活 都知道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在心里 就会慢慢累积成一股能量 对 然后像我创作的方式 有时候还蛮特别的 嗯 我其实有时候啊 我在梦里面 我就会弄到一些 很特别的旋律 嗯 然后当我一睁开眼睛 那一下 我就赶快拿起我的手机 嗯 然后赶快用手机录 录起来 嗯嗯嗯 对 然后就会蒐集嘛 蒐集很多段 然后再慢慢会整 嗯 然后再帮它填上词 这样子 嗯 这就是所谓的灵感吗 对 这就是所谓的灵感 其实有时候我可能走路走路 或是洗澡洗澡的时候 也会有突然的灵感 可是我是觉得说 我自己的灵感的来源 是说可能我 突然之间有一个体悟 体悟到一句话 或者是体悟到 某种感觉 这个时候 其实大部分都是 让自己很孤独 或者是很安静的时候 那个 那个东西才会出现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你是如何去培养 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灵感 它是可以培养起来的吗 还是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法则 我觉得要很细微的观察 你周遭的所有的事情 也许是表情 别人的表情 或者是他说的话 对 那也一定会对这些东西 有一些反应嘛 感觉嘛 对那 像我都是在很安静的时候 就像以前我上大夜班的时候 或是在家很安静的时候 把窗户都关起来的时候 然后就慢慢把这些感觉 写成文字 或是唱出来 用音符的异扬顿挫 高音低音 来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我看着你微笑的侧脸 既然有种说不出的甜 当你说爱我这一刻值得纪念 把回忆收藏在爱里面 那条人来人往的切片 却让我们在人海一切 对你的感觉像一首动人音乐 简单的旋律扣人新鲜 那时候的我们很单纯 还把愿望不能实现 我会牵着你的每一天 去看世界改变 这是一场温柔的冒险 我只想跟着你 我喜欢听你说爱我的全部 有一天你会发现 属于我们的过渡 让每天都有你的幸福 其实听音很有趣 就是说 其实你是一个对音乐充满热情 可是你在做事情又非常的循规道具 就是说 像 父母希望你能够把学员念完 考上这个钥匙的执照 那你就是的确是 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交代 然后 你就在这里面又是说 那我就选择大一班 我来上班 我又可以在这个循规导具的过程里面 我又找到自己的时间 来去学习音乐上的专业 可以谈这个部分 你的个性里面确实是有 对音乐的那种冲动 可是你又在一个非常的 保守的方法 然后又很循规导具的方法里面去完成它 我可以说其实这是属于我的一种叛逆的方式 对 因为从小爸爸妈妈都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很正当的职业 那我觉得 要孝顺父母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让父母擔心 因为我从小是单亲家庭 长大的小孩 那照顾好自己 我觉得是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那 后来考上了执照啊 考上研究所啊 研究所毕业了 那我觉得 我可以给爸妈一个交代 那其实他们也会安心的 支持我去继续音乐这个路 是是是 你刚才讲到蛮重要一点 就是说 要学会照顾你自己 这个部分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体验吗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多的谈一谈 在自己从小 你可能就不需要完备自己很多的事情 然后这当然我们也在你的这张专辑里面看到 你很多的唱片的这些雏形 都是你自己希望能够亲自去参与的 这个部分所谓跟自己的照顾自己 你觉得对于你的这个人生来讲 你的这个哲学 有什么样的一个注意 小时候爸爸妈妈可能比较忙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会考试的小孩子 就是我其实也很喜欢玩 可是我可能觉得 好我今天很认真的把一些功课做完了 我就可以努力去玩了 所以我上课就会非常认真 然后做笔记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会用这短的时间 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然后就可以去玩 对 那长大之后呢就也一样 就是在考试之前或上课的时候 我都非常认真 然后赶快把事情做好之后 我就可以去做我最喜欢的音乐 去练习唱歌 是 所以你从很小的时候 就了解时间管理这件事情 对 把自己的这个分内事情 责任能够做好了之后 然后你会发现 多数自己很多的一些时空 能够去完成自己的热情 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对 是这样的 对 对 那条人来人往的街边 却让我们在人海遇见 对你的感觉像一首动人音乐 简单的旋律扣人心弦 那时候的我们很单纯 我会牵着你的每一天 去看世界改变 这是一场温柔的冒险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只有你让我感觉不再孤独 就算有再多的挑战 我都全力以赴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只有你让我感觉不再孤独 就算有再多的挑战 我都全力以赴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只有你让我感觉不再孤独 就算有再多的挑战 我都全力以赴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只有你让我感觉不再孤独 就算有再多的挑战 我都全力以赴 I only wanna be with you 你在整个的音乐生涯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因为听说你因为这个音乐事业 所以你先暂时放弃掉 你这个药剂师的工作 是这样子 我觉得做音乐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其实当药剂师也是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两者是不冲突的 我一定可以好好的维持我的专业 可是我一定可以就是有无穷的热情 对音乐这件事情 是是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慈祭 对于大医王 对于所有的医疗专业人员 是非常非常尊敬的 因为你们真的是在第一线 帮助 这个最需要帮助的人 人生最苦的一件事情就是病痛 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谈谈 在你做药师的这段过程当中 在诊所 在医院 看到了很多人间的这个疾苦 你自己的心情感受是什么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 那时候是在急诊室 开过急诊室 那急诊室那时候 你就会看到好多人他 他没有办法说话 他或者是他已经昏迷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 他的家人在旁边就是 一直呼喊他 就是想到就觉得很鼻酸 就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一定要 就是对这些人多付出更多 所以你现在就有很多的感觉 对啊 我就光想到那时候那个人的样子 就是我自己都觉得很鼻酸 我们一直都觉得 做医疗专业人员 就是很难动情 因为他们觉得 好像看很多这样的悲苦 可是你却有很多的感受在里面 对啊 这可能是因为 跟自己是喜欢创作这件事情有关 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 对啊 就感受到外面的一些氛围 我就会被他影响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急诊室的时候 我就是每天都这样 心情又是起起落落的 然后来我就跟主任说 我可不可以去 一般的发药的地方就好了 因为你觉得那个地方太 太过于真实 对太真实了 很难让自己完全冷静下 对很难 真的好难哦 对啊 的确啦 我会觉得很多医护人员 到最后他们必须要让自己的心情很稳定 那自己的内在的冲击才会不会那么大 天会的不自然 我撑起你的伞 想着你最后姿态 谁感叹着无奈 谁选择拉承担 问自己就不会有人说出来 谁对谁错的心循环 这时还不如对我说一声晚安 这是不是背叛 这是不是孤单 至少我还有你给的勇敢 我会告诉自己 你愿麻痹自己 也要假装很坦然 犹豫代表真的心有不甘 这是不是背叛 这还算不算爱 至少我不会是你的负担 我会告诉自己 放弃比拥有简单 你答应我 要幸福完美我的遗憾 但我觉得创作也是必须要这样子 就是你还是必须把你的热情 先把它凝结下来 才能把它变成音乐或是文字 对 可不可以谈谈这个部分 你终于是出了这些专辑 但是这整个历程来讲 其实走了一遍 也蛮辛苦的 其实人生上面的每一段路程 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 不管它是高兴还是悲伤 那我都会把它叫存档一样 存在心里面 那我希望就是有机会的时候 有一段很好的旋律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文字把这些东西悬泄出来 然后变成一首很好听的歌 然后你唱给别人听 那别人如果可以接受到你的传达 那他也会被你感动 我觉得这是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对于你来讲 一位音乐人来讲 他必须的条件 他就是要情感相当的细密 情感相当的敏感 你会觉得不舒服啊 或痛苦吗 觉得说 会不会这些情绪抓住 还是说你觉得 你现在已经学会如何去掌控它 有时候如果太投入的话 其实会耶 但是有时候会太紧缺这个情绪里面 那所以有时候 我晚上的时候创作 然后早上的时候我就会把创作打开 然后像早上我就可能会写快歌 开心的歌 那自己不要一直在那么 哀伤或者是太多情愫的这个氛围里面 那自己心里也会比较不会那么那么弹落 是是 所以你也学会如何去调整自己 如何去掌握自己的这些情绪 然后也用一个最有 最能够分享的方式 最安全的方式 分享给大家 所以大家听到这样子一个真挚的情歌的时候 然后真挚的感情的时候 那内心也会得到很多的升华 和肤胃 是 我觉得能够 试取创作 对人实在是太棒了 然后有优美 你又有优美的歌声 你的歌声非常的这个温柔啊 非常具有疗愈的这种功能 我希望你的专辑能够 每一张都非常非常的顺利成功 谢谢 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来到大一电视台 再来介绍您的作品 好 谢谢丁丁 谢谢两位主持人 感恩 谢谢 谢谢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我们要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更要感谢的是 朱虹导播 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 音乐有爱 我们下次再见 感恩 我说好战士分开 我总是太乐观 最后你没有回来 谁害怕说离开 谁省略了答案 问自己 问自己 就不会 永远说出来 对跌交错的思绪相害 Between 遇在 你再而再的情编 是 心胸涌澎湃 這是不是背叛 這是不是孤單 至少我還有你給的勇敢 你願麻痹自己 也要假裝很坦然 猶豫太標準了心又不甘 這是不是背叛 這還算不算愛 痛著心扉的傷害 終究會習慣 我會告訴自己 放棄比擁有簡單 你答應我要幸福 完美我的遺憾